扣掉廉价的因素等等的 大概这段时间还是在7万 看来还没跳出高原期 9号增加72921例 本土高雄变回最多 但跟台中心北差不多 三线市超过1万例 接着台南跟桃园超过6000多例 台北彰化5000多例 并没有看到这个大规模的一个病例的反弹 所以这廉价的效应 除了在通报上面 或是确诊上面稍微慢了几天之外 那其他大概没有特别说 因为流动的关系 而特别增加了很多的案例 边境松绑将是下一步 期待已久的出国 9月有可能实现吗 说到9月多是不是有出国可能性 那当然应该是有了 不过我也不敢讲说一定有 不敢说的笃定 就连机组员0加7实施时程 迟迟没给答案 毕竟疫情千变万化 光是本土病例 今年累计259万人 9月中心点出呼吸道症状 失眠皮肤红疹 神经认知功能问题 心悸以及胸痛 都可能是后遗症 全台已经有787人 求助长新冠门诊 胸腔科或者是 复健科的这个医师 还有其他的一些 相关科别的医药团队 他们会组成这个 整合的照顾的团队 让我们的那个 染疫康复的这些个案 他可以挂门诊之后 有这个一站式的服务 一站式服务治疗神 去挂各科别的麻烦 所以还是要想办法做好 防疫减少染疫风险 尤其莫德纳次世代疫苗问世 台湾有可能买剂 施打因应变种株吗 美国FDS在6月底的时候 才会审查他们这个疫苗 台湾的部分 我们当然也会请 这个莫德纳 尽数把他们的这些技术的文件提供给我们 目前莫德纳已到货一千多万剂 还有三百七十亿万剂库存 剩下一千多万剂未到货 由于目前尚未看到技术性资料 送到食药署 次世代何时来台还没答案 但至少我们签约时保有选择权 不怕买不到 提本新闻连至周宣 SIG小组特别报道 请支持一个专门报道 国际新闻的全新YouTube频道 TVBS国际Plus 扩大视野掌握趋势 请订阅并开启通知小铃铛